尊敬的戰友們好 今天是8月23號 文貴向戰友們報平安 尊敬的戰友們好 你們健身了嗎? 你們往身上潑水了嗎? 你們傳播香港真相了嗎? 大家能看到啊 我這個是昨天 本來昨天 昨天中午啊 就想直播的啊 我到了公司以後 這個舊莊問我 今天直播嗎?郭先生 我直播!一定直播 後來這個消息一直沒來 後來到下午我必須回來陪人吃飯 然後我就回來 我就把這個直播 這個舊莊給我準備的直播飯盒帶回來了 架好了 也就是6點半左右 陪人家吃飯 我等消息隨時準備直播啊 但是消息還是沒有來 最後我說得啊 去開別的會就不播了啊 然後今天早上啊 我這本來要直播 突然間啊很多事情又發生了 我說算了 我甭直播了啊 大概我簡單點給大家說一下啊 這個可以肯定的說啊 這是我們在爆料兩年啊 兩年等的最關鍵的時刻啊 就是美國政府和歐洲政府啊 或者美國領先 率先對香港的政府的個人啊 和或者共產黨的高官進行開始制裁啊 這就是未來 這是西方的潘多拉盒子 一旦打開誰也停不了啊 共產黨就個兒屁了啊 那就徹底完蛋了 我現在可以告訴大家很快會發生 我就在等待那一刻呢 對香港的政府的某些官員的制裁 這是第一條 第二個 對香港 香港關係法和香港自貿區協議 停止或者取消 這是我從前天昨天到現在一直等待的 據我了解很快會發生啊 很快會發生 這是第二個事兒 第三個事兒 美國和歐洲將對香港更加明確的政治表態 然後會有一系列的保護措施和政策 這就是對香港人最大的保護 由於文貴在8月1號說了這個共產黨要戒嚴 或者實施緊急狀態法啊 共產黨最後變成悄悄的去啊 他有悄悄的派進去多少人 美國和歐洲都在掌握著 他們所做的任何事情都在西方監控之中 可以說 我8月1號提前咱們的偉大的大校戰友 他用生命和自由和鮮血 來換取了香港提前的警告 把共產黨給嚇死在深圳 憋在了體育館 還有幾個公園裡邊 還有幾個大的停車場 最起碼讓香港減少了流血和損失 讓香港得到了警醒 最重要的事情 讓西方重新認真看待這個問題 西方現在已經做好準備了 給了香港時間 給了世界時間 來認真對待 共產黨是土匪是流氓 他真敢來戒嚴 真敢來屠殺 真敢來震爆 馬上表態 大家看到一系列的表態 給了香港足夠的國際環境和國際的保護 這是8月1號我們直播最核心的價值 我聽說有人說 郭文貴是習近平跑出來 代表習近平 專門嚇唬香港人 香港人 郭文貴要嚇唬得住 他叫香港人嗎 郭文貴撒個謊 說你8月1號來戒嚴 香港人就不上街 那是香港人嗎 或者香港人臣服了 那是香港人嗎 嚇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幫畜生瞪眼什麼 胡說八道 吃了共產黨的屎糧 習近平讓我代表他 你100個習近平我也不代表你 你給我磕頭 我都不代表你 我代表你太小看我郭文貴了 所以說 8月1號最重要的達到這個作用 從8月1號到現在 短短的20天 國際環境 國際政治環境 對香港的幫助徹底改變 全世界多少人已經明確表態 只要你敢動手 絕對不會坐視不理 絕對不會再讓你重演一次 八九年的天安門事件 絕對西方不會說 再像過去一樣給你機會 就像蓬佩奧國務卿在紐約 告訴楊潔篪 你甭想再來這一套 楊潔篪來幹嘛來了 楊潔篪就跟美國做交易來了 如果國務卿提前不知道 真有可能被他悶過去 但是那天明確告訴他 你甭想 你想再像過去一樣 對待你共產黨 不可能了 而你要再敢幹這事 那後果你是知道的 美國會採取一切之手段 大家想說這是真的了吧 包括前幾天在紐約 召開的50個大咖的經濟會議 在會場會下 大家都明確一個態度 只要共產黨 或者說能掌握他的證據 在8月1號他已經潛伏去警察 大陸警察大陸解放軍 美國會全面經濟制裁 而且所有過去那些 那50個里包含很多王岐山的朋友 最牛叉的人 海航最大的交易者 最大交易者 明確告訴他們 你們再敢跟他們投資 那這就是國家公敵 現在最惠國在於香港自貿區協議 對香港政府官員自財 貨幣操縱國已經發生了 包括美元和港元脫鉤 包括停止他的外匯交易 在一個月以前 你連想都不敢想 我們說了他覺得我們荒唐 現在知道了嗎 咱們等著 我這直播架上了 咱們隨時發聲 另外一個大家看到現在香港 今天開交代會 有香港那個女士 出面來作證 自己被警察找去 脫光了衣服 這位女士拿手 戶下面銀絲的時候 拿鼻給打開 她露著 一個女警察很欣賞她 這位女士相當很美 一看門十幾個警察 大家記得我在兩年前說過嗎 我的同事被北京市公安局專案主 給帶去 N個人都是把手伸到褲襠裡去檢查 女士 其中有一個女士 一開始 本來讓她開車去的 到那以後 就是罵 罵了她就不願意 她就跟她罵 最後就把她給按著牆上 先有兩個女警察把衣服拽下來 所以想拿身體 所以女警察走到那站著 光著屁股站著 那個門還十進十出人 當時我說的時候大家覺得是荒唐 是嗎 這一幕今天發生了香港 兩年前香港人聽我說話是胡說八道是吧 現在發生香港人身上 現在所有聽我爆料的人 你們這是認為不會發生在你們家身上嗎 你們認為 共產黨的警察只會對我們的同事和員工家人這樣 只對你家人都好是嗎 我告訴美國朋友 共產黨當了老大了 對待你美國人比這還誇張 她更願意讓你的女兒 讓你的老婆 讓你的姐妹投光 看看香港警察幹的事情 看看你能相信香港警察 把一個人按在床上 拿電棒電機聲支起 把毛巾捂住嘴 扇他的臉 一個中老年人了 中先生 然後這個女士 所有我說的動作 我說的共產黨的行為 以警治國 以黑治國 完全百分之百的發生在香港 香港的黑社會是怎麼對付老百姓的 怎麼拿條子打的 大陸當時專案組2015年1月10號 吳征、孫立軍、孟建柱、王岐山 派去了一百多個特警端的槍 一兩百個警察 把整個盤古大官五十萬平方米搜到個底朝上 能砸的砸能拿的拿